牛肉窩蛋粥,我換了牛肉鹹蛋粥,是不是更正? 味道很多 雞蛋沒什麼味道,鹹蛋會香很多 舌花筋切一斤 切半斤就夠了 這一盒子四十元 放假吃了幾天帶魚帶肉,今天煮個牛肉鹹蛋粥吃 洗乾淨,一瓶米大約100克 加少許鹽,再加少許花生油,搖一搖 這樣會更容易煮出花和香 有時間的話,米醃20分鐘以上 煮滾了四斤的水 喜歡吃稀一點,放多一點水 喜歡濃一點,可以少一點水 煮粥一定要滾水,加米 然後攪拌一下,不要黏著 現在已經煮滾了,可以調一下中小火 要讓它有沸騰的狀態 煮粥沸騰不會黏底,而且會容易開花 加一個筷子,然後蓋上蓋子 讓它有地方吸氣,不會泡出來 做海鮮粥,我喜歡做潮式粥底 煮至爛飯粥,20分鐘左右就可以了 但今天做牛肉粥,我們喜歡做港式粥底 港式粥底煮三十四十分鐘,讓它完全開花 比較濃稠的狀態 趁現在煮,醃著牛肉去 新鮮的肥牛,簡單調味就可以了 放少許薑,少許蠔油,少許生粉,再加少許水 再攪拌它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這個肥牛的口感已經很嫩滑 所以不需要放少梳打那些東西去 如果你買到那些比較柴,比較瘦的牛肉 你就要放少梳打去搖一搖 差點忘記加胡椒粉,後補也是一樣的 攪拌均勻之後,我們就可以加花生油去封住它 OK,這樣就醃好了 鹹蛋我用的是一種無礦養殖的鵪春鹹蛋 現在我就處理一下它 你們平時剝鹹蛋是不是都很難剝 因為鹹蛋它都會黏殼 所以建議大家避免這樣帶殼來切開它 哇,你們看,鹹蛋黃都漏了 然後用一個小小的瓷筋 我們一挖,就挖得很乾淨了 而且這個鹹蛋蛋的蛋白不會很鹹的 你只這樣吃都不會覺得鹹的 我大女平時覺得沒有菜吃 就這樣開一個鹹蛋來送飯 傳統會做牛肉鍋蛋粥 但我發現鹹蛋牛肉粥更加好吃 比鍋蛋更好吃 盡情把它攪爛一下 牛肉和鹹蛋都處理好了 我們再準備多一些生菜 錄一些生菜,特別好吃 而且有肉有菜,營養更均衡 我們切細一點 OK,這個粥煮了30分鐘 現在我們就用一個殼來攪拌一下 順時倒閉不斷攪拌 這樣煮出來的粥就會更加綿滑 多漂亮 這個就是港式粥底 煮好粥之後,我們就可以把鹹蛋都放下去 攪拌均勻 開大火就要不停攪拌它 因為它現在比較稠,很容易焦底 攪拌了鹹蛋,就可以把牛肉倒下來 牛肉一滾熟就可以吃了 鹹蛋夠味,我們不需要再放鹽也OK 這個就是港式生滾粥的做法 肉不用煮好久 就這樣煮熟就可以吃了 肉有保留到肉的香味 而且很嫩滑的適合熟 OK,可以吃了,已經煮熟了 碗底放一些生菜,剛剛才切好的 生的生腸 這個粥一定要是這樣煮熟的狀態 我們放在生菜裡 將生菜淋熟 生菜已經熟了,是不是 而且這個狀態是剛剛好熟的生菜 又不會出水 有菜又有肉 還有蛋 超級營養均衡 如果我們將生菜放在粥裡 就會熟過頭,會出水 熟過頭又不脆又不爽 現在就正好 這碗牛肉粥真的不用我說 你們看都看得出有多好吃 哇,牛粥很鮮甜 放很多牛肉嗎? 半斤 而且我用的是肥牛 這個很嫩滑 鹹蛋牛粥 很美味 山菜很爽脆 牛肉很綿滑 粥也很香 很綿滑 看有沒有這樣放鹹蛋煲粥 這麼好吃 哇,吃光了 你們快點試一下,真的很好吃 超級棒 好嗎? 好嗎? 好嗎?